我是夏莫梅 来自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我是艺术史方向的一名博士生 我博士的选题是米肤画史的教刊与研究 这部画史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魏晋以来 一直到唐、颂等等重要的艺术作品 有着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在这本书里所注录的所有的作品 无尽仅看不到了 但米肤作为这部书的作者 以他独特的评评视角 以及叙事方式将他们一一记录了下来 对于我们今天而言 他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利益 当我们审读艺术史的时候 也许是面对一位艺术家 一件艺术作品 一个特殊的艺术事件 但这背后其实观设的不仅仅是 你可能还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甚至还有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 人类文明的诸多维度 所以这也就要求我们作为艺术史的研究者 必须是一个多面手 专业学习中作为艺术史方向的学生 或许和美院其他专业的学生不太一样 他们以后或许会成为建筑师、设计师、纯粹的画家、雕塑家 然而在我看来 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 我们总是追溯往昔 试图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因为我教过中国美术史 所以我时常会思考 把中国美术史教授给学生们 会对当下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 以及从业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我的答案是 这些往昔的真相 或许会带来一些未来的可能性 我们在回顾往昔之时 往往是向前人提取经验 启发我们进行改造和创新 最终形成自己的作品